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毛鼠一身识胆 这武术一劫尽浪 西夏和乌银流传在冰线 小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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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像我一样的 你找你 我一样的 展护衛是怎麼的?一再抗旨 包卿是否知道此事? 起奏皇上,包政早已趕赴白河縣 應當知道事情 不,包卿絕對不會容許展护衛一再抗旨 但是,傳朕的旨意 任何人不得阻撓王統領辦事 並立即扣押展护衛 老臣遵旨 就會被罵她,王統領本公司 可是,皇上 гром下的居民 快禁道,皇上 皇上 皇上 時長也不會讓青龍之輪 此外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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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往欺拿盜朱非賊,可有消息 原本王統領已經掌握了非賊的行蹤 但因掌護衛一再抗制 錯視了追回青龍珠的良界 有這件事? 這是王統領傳回的書信 皇叔,您自己看一下 聶大良,若非小生定出這玉石巨粉 絕處逢生之妙計 也拿月天愁一介五夫 焉能想出如此脫困妙計 多謝公子照命相助 不敢當,不敢當 小生只不過是 好,你這行女最棒可以了吧 可不可以少說兩句,多趕兩步啊 姑娘既然如此說,小生敢不從命吧 對了,玉石大哥怎麼還沒來啊 小生要他先將賊兵,引入歧途再來相會 包大人大駕光臨 下官有失願贏,請包大人訴罪 馬大人 馬大人 如此說來,在叫場之時 王統領並未拿出親此玉佩 展護衛算不得是為止了 是,大人 如不是展大人及張龍趙虎兩位大人即時趕到 中毒者,不知要冤死多少人 馬大人 馬大人日前,飛鴿傳書到開封府 說貴縣有個叫聶長根的 身中不可解之奇毒 可否告知消息來處 下官當日接到大人傳書 即刻下令所屬在本縣各藥鋪廊中去查訪 中中毒者之中 去回仁堂就醫的聶長根 確實中了不可解之奇毒 但是對,人家會對人參與 當然要聶長根的 讓民主不得行 以為,民主也會停止 但要聶長的 你為了聶長根做的 有聶長根做的 聶長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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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聶長根做的 聶長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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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掌柜,如要歌颂暂少,且等灭老丈的病毒离死,小村自会与掌柜,逐酒论出,迎诗集结一番。 是是是,眼前救人鸟尽,你们赶路辛苦了,先喝杯茶,运运好。 小村自会料理,请掌柜的先去准备所需事宜,有老了。 谢谢,谢谢。 嗯,好茶。 好茶。 清荣柱需置于无根水中,用温火烘焙两个时辰,方能解天下其毒。 期间一旦火苗中断,则乾功尽其。 你啊,我头好晕啊。 工厂柜的。 你。 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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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聂老师。 人不自私,天诛地命。 不要怪我。 你。 我。 孩子小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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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在其中吗 当时 月天仇还未到 如果月天仇在场 你也无法轻易得逞 朱三 给他黄金百两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朱三 在 你到白鹤县衙调拨人马 将镊氏一门 截往京市 本将军持青龙珠 即刻快马回京 是 朱三 刚才何大哥喝醉多了 可能要多不几次水 朱三 交给你了 嗯 聂大娘 你不用着急 我立刻追回青龙珠 小红 带他们尽速离开这里 我们到哪里等你啊 回家等我 这 他们应该料不到 我们会返回家中 起码一时想不到 大娘 听求告退 多谢大侠相助 不敢 天愁 你自己要小心呢 记得 尽速离开 小红 你护送他们回去 我去祝天愁一辈之力 娘 你 你不要带急 你娘还保到未老了 大人 马县令有要事求见 下官实在有要事禀告 打扰之处 请大人诉罪 是 无妨 马大人有何要事 适财王统领 来县衙钓快马一批 特命下官派遣人马 跟随周副将去捉拿清明要犯 下官心知有意 特来禀告大人 我 王统领可知本辅在此 下官上不及说出 王统领冲中上马离去 可知他们要到何处去捉拿药犯 现乘回isanisan药丛 放炒玛埃 再 你们立刻去回isanisan 刺激原生 若是遇上斩禍坐 要他回来接我 是 你先請問, 您沒有想要我, 您可以去當頭的名聲, 您能夠看待自己的問題嗎? 您可以去當地的故事嗎? 我告訴您, 您要去當地的故事嗎? 你提到您的故事。 您的故事。 您要去當地的故事。 您要去當地的故事嗎? 您要去當地的故事。 必須修好那場仗之後才能交出 所以不會提前給你的 天仇 為了一個女子 該冒殺頭之禍 值得嗎 只要你現在悔悟 我立刻上奏朝廷 免你重犯之罪 師兄死言差矣 人在江湖 道以為先 這次我約天仇 不管躺是渾水或者清水 只要尚起艱辛 俯仰污秽 殺頭又何妨 再說 也得砍得了我的頭才算輸 不要套了什麼玉佩 對生斗小民起不了作用的 岳天仇 聽令 進了掌門信符 還不下跪 天仇 聽令 岳天仇 立即將青龍珠呈上 自伏雙手 天仇 恕敢從命 岳天仇 你想當本門叛徒 我 石舟 師兄 你我師叔同門 何必如此手足相纏 功名立рейmayın 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人生在世 要就活得轰轰烈烈 像你这种自命清高 庸禄一生之辈 何必来世上丢人现眼 谋干意气走正道 像你这样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是不会长久的 个人头上一片天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 不需要你来教我 岳天愁 青龙珠你到底教不教 恕难照办 难怪当年你师父 将掌门之位传给岳天愁 以你热等奸命之辈 当上掌门 必将引起一场江湖风暴 走 岳天愁 岳天愁 不知大娘 老是孽隱娘 別再提什麼凌雲飛燕 你不知大娘 你不知大娘 老是孽隱娘 原來是凌雲飛燕當面 天愁失禮了 別再提什麼凌雲飛燕 你不知大娘 你的心腸 是凌雲飛燕 老沈曾經歷史不再涉足江湖 這次如果不是為了浊夫 老沈也不會讓小紅涉嫌 為你捲入是非 老沈內心... 大娘 此時休莫再提 其實江湖也有其可愛的一面 为了谢你仗义之情 老身有一礼相证 大娘 亲事御员 老身一事自养 性未失守 如此一来 令师兄极无法持此玉佩 到处兴风作浪 多谢大娘 任何一物 用之正则正 用之不当 则祸害无穷 师兄 持却此一玉佩 少造些孽 对他而言 未尝不是福气 只要你不见怪老身 妙手空空 有欠光明即可 天守不敢 这正是用之正则正的道理 未免夜长梦多 我们还是再赶两步 爹 您千万撑着 马上到家了 何大师 你还行不行 区区山路 难不倒小生 爹 爹 爹 都是你爱喝茶吗 好大哥 你怎么受伤啊 没事 都是灌那沙千当下的药 药性未除 小生才会有 宿引成三支之物 好好好 走 谢谢 聂姑娘 家某酒后多喜了 启禀大人 属下能骗走城内 未见到展大人 亦未见到聂家之人 那王统领 那王统领快马出城 所为何来 齐宾大人 属下探知 王统领已经取得青龙珠 本于快马送回京师 但在县城门口 又被跃天筹 将青龙珠截毁 有这种事 展护毁究竟身在何处 按照说 他真的为了顾全所谓的江湖道义 因而抗制重放侵犯的仗 大人 展护毁不是甲公祭祀之人 这其中必有隐情 启禀大人 圣旨到 快请 开封福隐 包枕听旨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与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与追寻朝廷重保青龙珠期间 罔顾朝廷钢厂 一再抗旨 罪无可恕 尽命开封福隐包枕 着际缉拿展昭回京候审 钦此 万岁万岁万万岁 包大人 公公路途劳顿 还请驿馆安歇 包大人不必客气 咋家去即刻回京复旨啊 赶问公公 太后安逢 太一言及三日内 为讲青龙珠送回宫里 则太后威仪 皇上内心的焦虑也可见一斑 包大人 你要多担待了 公公言重了 身为人臣不能为皇上简佣 秘书参愧 包大人 青龙珠可有消息 本府已掌握确凿线索 定当尽力在三日之内 将青龙珠送回宫中 如此甚好 咱家就此回京复旨了 下官为公公言重 有劳了 公公好走 展护卫的引擎 当与聂家有关 王朝马汉 在 请出上方宝剑 随本府王聂家一行 是 诚哥 天从人愿 得与贵人 等你赌上好了之后 不管结局如何 我们都要心怀感激 这珠子看起来不挺眼 想不到入了屋跟水 居然会起这么大的变化 小婷姑娘 这事就好有意义 有些人是金欲其外 而败去其中 看起来相貌堂堂 却是一肚子的鸡鸣狗盗 而这颗珠子 正是败去其外 而金欲其中 所以 焦油 有处事 不可以貌去人 哦 这么说何大哥 你是金欲其中 这小生不敢 但也不怪 妄自废博 何兄讲话 请勿对着烛火 以免前功尽弃 是是 小生一时兴奋 擒难自己 聂姑娘 待令尊病毒离体之后 尔等师父真要束手就擒 让那展护卫 押解上金受审 展大侠如此宽待 先救我爹 我不能食言背信 所谓官法如 入宫道王 酱连酒 你们可知这一上京 其结果就 我们一家就赐口 并无酒足可捉 也不会连累他人的 难得尔等一家骨肉 情深至析 如果真是满门 天理何在 你爹 就去护卫 你爹 要去护卫 你爹 那我爹 我也爹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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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虽然亮了 可是未来如何 还在未定之天 向你浪 无厘头 江湖本就是浪河头 一入江湖 不是在浪河里浮沉 越是被浪河淹没 能到达彼岸全身而退的 也有几人 最值得是了 若能捡不一命 我将退出江湖 归隐善 岳兄若是有意 一公民 张某可以请包大人代为推荐 我这般浪荡性格 不适合深入观价 江湖传言 当年武状元比武的时候 岳兄赢过王统领一招办事 结果还是被扳出局 不知 枉之事提之无异 当时只是兴之所致一时 本将军在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速将岳天仇拿下前刺抗旨的罪性 本将军在皇上面前可以为你说话 王统领 为青龙珠滥杀无故 恕展某不能同意 展昭 亏你身为四品护卫 却不知官部与匪谈条件的规矩 这一干人的 不是主犯就是从犯 论罪当斩 何来滥杀无辜之说 师兄 看你这个阵仗 莫非是要与青龙珠玉石俱焚 岳天仇 我王干念的师门秦仪 只要你交出青龙珠 从犯之罪可免 我立刻放你离去 难得你有这份慈分心肠 无奈我是天生的不适相 王干 只要你立刻撤兵 再过半个时辰 我就将青龙珠交给你 否则咱们大伙玩玩算了 你们是瓮中之别 我难道还怕你跑了不成 点火 好哥王干 居然下了道 妄途杀人道 他们要放火烧屋 爹 娘 他们要下屋 这人不放火烧屋 你们姐妹娘 娘 我跟小婷 过不惯没有爹娘的日子 娘 老是连累的何公子 聂大娘喜畏文之 十穷皆难见 小声愿与贤母女 同生共死 和兄 有没有必要如此 和兄 叶姑娘是否遇见小声于独立 王干 你放火烧屋 你是官是匪 一群逆贼 一群逆贼 就地出展 也不为过 你放火烧屋 是 张龙照虎 在 谁敢放火烧屋 格杀无论 是 是 本将军有皇命在身 谁敢抗旨 就地格杀 攻击手 好 准备 大人到 走 包枕 来得正好 好 属下等为命抗制 请大人才是 王朝马汉 在 将他三人扣押后臣 大大人 本府的话 你二人有何疑问 属下不敢 大人 因此 有何疑问 你 明明 叶小红 正是道清云柱之人 明明甘心受死 但望包大人能救我爹一命 明明在九群之下 也会感念包大人对我爹的再生之德 岳天愁念过包大人 天 爹 鸣和聂宇娘 借卓娶聂长亭 小女聂小亭叩见包大人 起来说谎 慢点 包大人 本将军奉旨行事 开封府所属 还不将盗诸贼人聂家四口拿下 邦统领 他四人并无逃亡之余 待本府把话问清楚 只会给你一个交代 冤枉啊 报告 包大人 扔 besl口 在本府把话问清楚 只会给你一个交代 冤枉啊 包大人 冤枉啊 包大人 小生有雪海深重待生 你又是何人 小生延迷何天 为前碧墓侍郎何大年之子 快起来说话 多谢大人 何贤之 令尊两年前外放之舟 图遇盗匪全家蒙难 为你下落共鸣 为何迟日今日方才出现 回大人的话 家父蒙难 小直怀疑凶手隐身操作 因此不敢出兵 浪迹江湖两载 至今方查出凶手的真实身份 小直望求包大人 为小直主持公道 杀你父母的凶犯为何人 是谁 这就是他 简直一派胡言 兵部侍郎何大人为本将军中武状元之主审官 对本将军赏识有加 我怎么可能加害于他 再说 当年何大人遭难之时 本将军一层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弃凶 自知朝廷上下皆知 包大人 这个书呆子 是协助宁小红逃亡的共犯 只怕是自知难逃法王 故意造谣重伤本将军 直在脱罪 大人 当日凶手磨灭 小臣原本不知凶手是何人 但他 在追杀小臣三人之时 所使用的兵器 与当日杀害小臣全家的凶犯 凶器相同 天下习武之人 成千上万 使用死一兵器者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仅凭一件兵器就想入罪于我 未免荒谬 何贤之 本府不能仅凭你片面之词 就入人于罪 此次荣厚在意 小臣明的 望大人明察 聂小红 你可知深入静东盗堡 行同刺客 是要株连九族的 回答人的话 民女知道 但民女不忍见家府 毒发之时的痛苦惨状 也不忍见家母老来无伴 请人生死离别 再决定倒住之时 以报必死之心 幸好 如果能仅幸成功 就算中此一生 躲避朝廷的追求 这样能与爹 娘 小妹相守 一处之难 聂小瑚 难得你由此孝行 但入宫盜寶 与一般夺人财物 皆属违反法纪之行为 本府不能因为你一番孝心 而宽容于你 大人荣禀 明府一家触犯法纪 甘心一死 但望大人恩准 献衣青龙珠 救活着父 在法场之上 我念是一门 方恩同时归西 在天聚首 共享天伦 如此死而无憾 望包大人证券 包大人 开封府一向依法行事 包大人如不立即取回七龙珠 那就是知法犯法 别怪本将军 上奏朝天对包大人以抗止罪论述 大人龙宾 天愁自幼世故 有敢于念是一门骨肉情深 现在七龙珠 于顶中即将熬成解毒语 大人若不服于念是一门同生共死的心愿 天愁甘冒大不悔 悔此七龙珠 还望大人恕罪 包大人 难道非要北将军亮出亲自玉佩才肯天命行尸 包大人 你是全心违抗圣旨 白人 白人 属下在 请出上方包剑 是 方统领 太后深重情敌 皇上一般孝心焦虑可期 但念是一门 敢冒杀人灭门之过 只为求救念劳杖一命 其孝心亦可动天 皇上乃一国之君孝于天下 与念小公之孝 同属骨肉情怀毫无不同 今日本府手持上方包剑 待天寻寿可便宜行事 如今 七龙珠既已入顶 本府自作主张 先救之聂劳杖 再吸回宫中救之太后 若你不服 可禁自返回宫中奏名圣上 圣上若因此有所怪罪 本府一身担之 是 开放府所属听令 在 全力互顶 开放府所属听令 在 全力互顶 在 全力互顶 包阵 已知自觉反目 白鹤县官兵听令 在 即刻放下武器 赋予开放府将士为敌 是 马不群 你屈居一个小县令 也敢抗旨 回将军化 超廷降罪 马不群甘愿送 民女 谢谢大郎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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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才学会围观之道 你们一个个慷慨激昂 甘心受死 好 本将军就成全你们 包装 把不群 一干叛逆人的天旨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青龙珠为国之重宝 遭萧小欠许 国宝蒙臣 今明御前侍卫大统领王干 使郑之玉佩出境追索 各帝王政府 兼玉佩如阵亲临 不得以任何理由阻囊王统领行事 前此办下的任何郑之信物 兼王统领之亲自玉佩 兼须天命行事 为者罪诸九族 亲此 本将军请包大人验看圣旨真伪 这続 Should be 好 这引阅 神 单你从古写蛮협 看圣旨千金 把쓰�än 大人